看到的是第四题 这个因素所给的是fx14等于x平方 再来加上x平方之一 当然这个因素有定义的时候 x本身要不等于0 好 那我们看看 一些导数本身的一个结果是给 两倍的x减掉x的三次方分之二 好 那么经过分解因子的结果 这个量会变成是 三次方分之两倍的x四次方减掉二 把分子做因素分解配得到 是一个三次方分之两倍的x平方 加上一 再来乘以 平方减掉一 也就是可以分解到 x三次方分之两倍的x平方 再来加上一 乘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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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 加上一 所以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临界点 是发生在x等于 1跟负1的地方 那我们又会发现到的是 把负1跟正1 以及0做一个区间间隔来看 你会发现到的是 x大1的时候 那么一阶导数本身是大2 所以它是地均区间 那么在0跟1之间 1阶导数小2 所以它是地均区间 那么在负1到0之间 1阶导数也是大2 所以它是地均区间 当x是小1-1的时候 1阶导数小2 所以它是一个地均区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临界点是负1到正1 那么F1呢 本身这个函数值是 1再来加上1分之1是等于2 它是一个几步几小值 ok ok 感谢观看